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辽省地区 唯一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心为您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萱萱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嗨 大家好 生活如花 爱情自密 爱的选择 选择爱 我是你的朋友瑞来 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爱情的终极目的不是归宿 而是理解和默契 我依然是你们的红娘 我晚 欢迎密室里边的四位女嘉宾 来 欢迎一号女嘉宾 人生需要奋斗才有最后的结果 我叫朱凤俊 我是一个乐观向上的女士 欢迎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和大家打个招呼 人生慢慢风雨之后是彩虹 我叫邓玉群 我是一个阳光正能量的女人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你好 人生来时一定要懂得珍惜 否则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相遇 我是温柔阳光善良的沙女士 来 四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赵青女士 我是能上的厅房 用得下的厨房的女人 在生活当中我是个圣子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乌山不是云 那这样一首诗呢 是很多有过情感波折的 情感挫折的人都会吟诵的诗 而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们这位男嘉宾呢 可能这首诗啊 是他心底这么多年来一直忘不了的 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请我们男嘉宾登场 年少的我不知道珍惜爱情 我来自沈阳 爱的选择我来了 好 欢迎您 词一说出来之后我有个感觉 好像是在给曾经的那段感情道歉 是吧 也可以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那是咋的还不舍得呗 不是说不舍得 过去这样的过去 能过去是吧 你能过去咱就放心了 那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我们这位心中有爱 期待未来的男嘉宾 来看一下大屏幕 20549号嘉宾 20549号嘉宾王先生60岁离异 企业退休 沈阳人 我是来自沈阳的王军表 一会儿 那个原生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城市利明发动机场的一名普通公园 从小在利明大院长大 所以有一群一起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2000年下岗后 我买了一台大货车 开始了天南地北的跑长途的生活 现在我依然喜欢开车 不过不是跑运输 而是开车出去玩 平时我就是说 这个地点就是除外地玩的 就是说也是你的吗 是啊 我说没事了 骑个这儿车 咱骑个这儿车 围山转或者说带海边呢 湖边上玩一玩 那我们看一下你的卧室啊 可以 还进了 对啊 好 这种情况 谁还是简单 这种老果制作我也放松了 这太必须了 你看看书这个 你看看这小蜜球 很简单 配偶配偶的 也没有什么玩意儿 一般都在那个五斗鼠里头 这太厉害了 这个就不用了 这个就一般装别 我有一个姑娘 三十四了 离我呢也不算太远 更困难 不能说完全只靠姑娘 人家也有家 也有事业 也有儿女 他也说说忙不过来我 我这这地儿呢 我趁着我身体好呢 找个伴侣 咱共度呢下半生 爱的选择您来了 我来了 叔叔你走的两步道挺带派呀 是不是 这是一辈子都是这么带样 是吧 反正那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就说 你说这玩意儿也是养成习惯的 养成习惯了 也是习惯的 一直就这么带派 我喜欢这种男人 非常奔放的感觉 VCR里那个门 墙纸 包括他那个柜子的油漆 都是我们叔叔自己操作的 自己刷得起 自己贴的壁纸 这确实太有才了 我刚才只是感慨 我说一个男人 那个屋子里边弄得那么干净 那个小被子叠得都豆腐块一样的 这是经过啥训练呢 还会刷油漆 是 有的时候父母会刷下来 就算过去 父母就是这样要求的 对 那是这几位女嘉宾 真的是各有千秋啊 咱们不知道 谁对我们男嘉宾更感兴趣 主持人你好 你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我看你挺 给我的感觉身体挺好 而且你对生活 挺热爱的这种感觉 也是一个挺潇洒一个人 给我初步的印象 但是呢 在玩的这个问题上 能不能节制一点啊 照照家庭啊 玩学期间已经都收回来了 收回来了 不是年轻人那个状态 你就说你带他一起玩 在玩的这个问题上 我带的可以 就是有解智的玩 带你玩行不行 那带也好了 那行 那不这不就玩和家庭两不误了吗 对 来二号女嘉宾 很实在的 实实在在在的一个人 挺好的 我也比较喜欢自家游 很喜欢 你一般去什么城市啊 不确定 有不开始啊 如果说来个环境好了 天气晴朗了 那个没有这个雨季啊 我就往南方啊 什么三种这一带 高大来直接做渡轮 到三种这一带 就开始流的 那很好 非常健康 这个自驾游 我也是很喜欢 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一起去玩 可以 这是我二号女嘉宾 谢谢 欢迎兴趣相投 我是三号女嘉宾 我觉得那个男嘉宾挺阳光的 而且懂生活会生活 我也喜欢那个阳光帅气的你 你要是那个看我有 不好意思 就是多多关注我吧 你好男嘉宾 你好 你好了 我是四号 记住吗 记住了 以后在你的车里边 需要有一个陪伴你的人吗 那就是我 你的副驾只能有一个人 那就是他 四号 听懂吗 听懂 我喜欢 我的天哪 你喜欢霸道的呀 你喜不喜欢这种女人 这个吧 陪你走到人生的尽头 我就感觉到女人不都是温柔的吗 这种温柔你能接受过 现在不敢下跌度 不敢下跌度 你就听他说话这种 就这种暂有欲 你就得是我的 你副驾必须得是我的 这种霸气劲 你喜欢吗 从口语 从这语气上 看不上就有点性格 看不上 你想见人家一面是吧 明白了 谁更适合你 你现在能有感觉不 我觉得我这就请求呢 咱是情感到死 对 请求一下吧 请求一下 太现求助啊 二号和三号在兴趣爱好上 和刚才和你的情感交流方面 我觉得可能让你感觉到 是比较舒服的一种表达 是吧 所以我觉得二号和三号 可能要更站翘 私下也跟文文讲了 你现在就想找个利手利脚的 从这一点上 还有我真的必须 同意润来姐的推荐 因为二号三号 一位新嘉宾 首场登场的 二号一位是我们老嘉宾 三号沙阿姨 我们对她都是比较了解 两位都没有什么后顾之由 男嘉宾是个挺有主意的人 究竟她会选择谁 作为她的第一位女嘉宾呢 我们先进入广告 广告过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我在这里等你 女嘉宾气质优雅 保养得当 我要到这个姐姐这个年龄 要活得她这么精致 我都觉得我知足了 女嘉宾多年海外生活 相应有所改变 娃娃音版东北话 太有特点 选择水洋还是选择水洋男人 选择水洋 肯定就是选择水洋的男人了 水洋男人了 这是什么味道呢 是新加坡的味道吗 说话一点点了 广告之后更精彩 品牌汇名万里行 厂商原产地职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来自保真堂的 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干净卫生好携带 说起这沙企马 大家马上能想到的 就是金黄软糯 酥松绵软 轻轻掰开 还能拉丝 甜蜜的香气 扑面而来的美味 咱们的沙企马 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 蔗糖 无糖吃得更放心 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 除此之外 还添加了南瓜籽 葡萄干 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 美味的同时 营养丰富 健康实惠 咱们肉眼看得见 酥松软糯 不黏牙 添加了丰富 益生菌和坚果 无糖 清甜 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杀芹麻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厂家特惠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 6盒 铁棍山药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自从我戒烟以后 就是老是想吃点东西 管不住嘴 老伴给我买的 这保真糖 益生菌 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 就正合适 最主要的是 这里边没有折糖 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 吃了它营养丰富 还不怕高糖 特别适合我们吃 这不才99块钱 买三盒 还送三盒 这么合适 咱们特地抓住机会 这添加了益生菌木糖醇的 山药坚果杀芹麻 是方便又好吃 金黄酥软 香酥软糯 里面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 另外这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 促进消化吸收 老人孩子都适合吃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呢 今天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保真糖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 软糯香甜 好吃不黏牙 一口咬下去 清香甜蜜在口中扩散 吃一口精神满满 吃一口满口流香 原料加入益生菌 和多种营养丰富的坚果 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木糖醇代替蔗糖 保证口感味道的同时 给您带来更加健康的美味 丰富的营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随身携带很方便 随时随地补充能量 那这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呢 今天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 6盒铁棍山药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如果您是单身 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423186789 我们在这帮您找幸福 2号 哎呀 不出意外啊 来 有请我们2号女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水扬的邓绿群 非常开心来到爱的选择这个节目 好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我们阿姨精致啊 就是我跟你说 全然都不能叫阿姨 她实在太年轻 说她40都有人信 我觉得她能看上这个2号 哎呀 我说你俩这个子 这么般配的 挺搭的 俩人都大长腿 所以你这都比你男的嘛 对 你个子也刚刚一米七年 唯独一点就个子 我要到这个姐姐这个年龄 要活得她这么精致啊 我都觉得我知足了 真的 你是我学期的榜样 谢谢 你人里的榜样 咱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看看 好吗 二人里的七号嘉宾 邓女士52岁 李伟里 企业退休 沈阳仁 哪个决定改变了你的一生 27岁那年 我怀着不甘 走进了日语培训机构 从此我的人生就踏上了另一条道路 我叫邓丽群 我是重回故乡的沈阳仁 我的信条就是责任两个字 我的父母都是黎明公司的子工 所以我毕业后也来到了黎明工作 年轻时的我充惠美丽 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可是现实的生活充满了不如意 于是我报名参加了日本日语留学 然后经过两年的学习 辽宁省省政府公派留学当中 从一千多元面试 我一次就通过脱颖而出 虽然当时孩子只有两岁 但是我一言绝言地踏上了日本留学之路 一年的留学生活 让我的眼界格局都不一样了 后来我又带着孩子来到新加坡 因为懂日语 又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我就与朋友合伙在日本人聚集的地方 开了一个小饭馆 因为我性格活泼 人缘很好 所以我的生意一直很好 不过我是因为我不是女强人 我是个女人 女人就要以游可纲 所以我是一个温柔的女人 2021年年底 我回到了故乡 距离我离开这里 已经过去了15年 很多人问我 在新加坡的生活很好 为什么要回来呢 因为这是我的故乡 我的沈阳 我的兄弟姐妹都在这里 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月落归根 在我看来 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何时 女人都要保持美丽 所以我每天都会精心地打扮自己 这是对生活的尊重 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是对生命负责 而且我每天都要去游泳 健身 做宜家 让自己保持好的身材 好的心情 爱不是雪中送炭 爱是锦上添花 我希望能遇到更好的你 爱的选择 我来了 因为我本身是沈阳人 弟弟的沈阳人 我是月落归根 家里这边父母 父母是都不在了 然后兄弟姐妹 还有我的发小 从小生在沈阳 我希望还是在沈阳安家 你看这穿地 不是什么台 就是走遍全世界 还是觉得东北老爷们是最靠谱的 对对对 还是自己家里的比较好 还有东北菜好吃 从来是 还是生在沈阳 长在沈阳 还是选择沈阳 你也不简单 应该闯的 对 你最要强的女人 二号丑的也挺爱玩 也挺喜欢玩的 他俩就是这种 就是这个挺般配 选择沈阳 还是选择沈阳男人 选择沈阳 肯定就是选择沈阳的男人了 哦 这是什么味道呢 是新加坡的味道吗 说话 一点点了 一点点了 那个男嘉宾 你会一点点 新加坡人都说啥 说英语吧好像 那个是官场是英文 但是私下还是华语的 华语 听说你还在日本待过 一点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过去的辉煌了 现在是说想 就是在沈阳 暗家落户这边 就是日语里边 我喜欢你怎么说了 我喜欢你 不要太紧张了 我都很多年忘记了 我一回紧张 都忘记了 我们男嘉宾一会儿填嘴唇 一会儿咬嘴唇的 你什么意思 上这个场所啊 找老伴 人生他人生头一回 你刚才跟咱闹的时候 也是紧张啊 刚才跟咱闹的时候 一点没觉得你紧张的 你咋这一会儿就紧张了呢 别紧张 没事你紧张 你缓一会儿 你用分数来告诉我们 你对我们女嘉宾的印象咋样 100分满分 给她多少分 95分 最女的能 最男的能看上这女的 但对女的未必能看上这哪 我没看上她的 那五分擦哪了 在这个沟通之下 自然就到100分了 我以为你沟通起来 他得拉得拉 你受不了呢 咱慢慢来啊 说不准你一会儿也得拉了呢 我们女嘉宾 给男嘉宾打多少分 85分 85分 他这得差太多了 一般不能打这么低 就再看不好 也不能打这么低 你得给男的打85分 他比较 95分 95分这个够少 那啥也 98分这个够少 其实别忘了 我不喜欢你 但我一直在叶子上 对对对对 咱都是这样子的人 但是对你也不是 对你也挺追求自己的那个那个那个新生的 六十分尽格这些 我不要就搞了 啥叫配 就是他俩这样啊 就是都能给自己说话 找着理由 对方还能接受 来吧 欢欢喜喜的 进入约会时间 二位请就坐 你叫大东的 我父母一间是大东的 我属老虎的 我的家也住在大东 我孩子们呢 孩子呢就一个姑娘 很困难 我现在呢就是房间不大 但是自己的一个我 房间多少平啊 三多平 就是刚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那么大 是吗 他家房子三十多平 你觉得大小 那我到现在觉得小了 小了啊 是是 那需不需要他到你那去 那我一般是不可以的 不行 还是要到他那里 我不嫌弃 两个人够住得呗 我不愿意要大房子 大房子我觉得太酷 俩人住我就觉得不得劲 我喜欢小房子 巨岩气 大房子呢 有大房子烦恼 每天都得熟悉 小房子呢 熟悉起来很方便 你说到住房 我们叔叔那个房子啊 将来有可能动签 我们叔叔有这个计划 再买房买个电梯房 如果你俩牵手了 按照你的意思买 那是以后的事情 这是文文说的 是你说的吗 叔叔 咱南家边 这个用到我们俩呢 是说扩建高铁 有可能要占用占地 这个你房子吧 我感觉 这女同志现在说 提到这个房子事吧 怎么说呢 你说男同志吧 你要说上你们家 我说白了 我还不愿意呢 我挺在赞赏男人这么住的 这才叫老爷们呢 要不然就觉得像吃晚饭似的 干嘛有没有房子 也不能上女房子 女房子 我跟你想 李香 我有我的独立住房 他有他的独立住房 我们可以随意上谁家都可以 我娶老伴 我是娶到我自己家 我新住的踏实 你要说这个房子事呢 我有这个计划 所以说我得说是看乡处当中 俩是不是说希望一处是 如果买房子这件事呢 我也不能说我承诺 说买就买 知道吗 如果说这说女同志说是 那你看 那个那你上我这 我跟你说 我带这个场所 我跟你说 我绝对不带到你家 其实在感情当中啊 我们男嘉宾一上台 他就在说 曾经不大懂得珍惜爱情 那个时候太年轻了 未来要好好珍惜 那曾经那段感情 有什么遗憾呢 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离婚原因的 那时候是说白了 年幼无子 我的那个说白了 责印挺大 我导致了这个家破裂 我和妻子是青梅竹马 我们都住在一个家属院 长大后 很自然地走在一起 但是年轻的我来说 结婚更像是给父母 一个交代 而且因为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结婚后出去玩 没有后复自由 这时对婚姻充满了期待的妻子 很失望 也很生气 我就是爱玩 爱交社会朋友 也是爱交发友 各种各样的情况吧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暴力 更没有说我打下来 离婚了第二天 我就和朋友借了八千块钱 买了平房 搬出父母家 而且从离婚当年起 我就没有再过过一次初期 没有看过一次春晚 一般七点四十五 这个春晚 一般就开始播放了 这么 我就走人的 走人的我就开车 我就围着沈阳转 快到半夜了 我就上高速 免费 我走哪算到哪 转眼我离婚已经三十年了 期间也出过几个女朋友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没能走到最后 出朋友吧 俩人相处当中也合不来 第二个就从生活 到那个气候 这玩意有的也不适合 这么多年了 我希望能在沈阳找到 我的另一半 在外天日好 不如家一夜 离婚后三十年 单江匹马的生活 日子不好过 你是我心动的女人吗 我喜欢这种男人 非常奔放的感觉 可以玩的 不愿意 不用那么特意地修饰自己 没有意义 总统的玩 那谁家里那个心 什么也不管 谁到他 他是年轻 现在不是 你现在老了 跟那想法不一样吗 你应该今天应该 我们的生活 全都跟原来的 完全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他明天应该上 适合他 那是说解锁社会太早 愿意投入社会 但是来说我工作没有打过 但是这个家感情破裂了 要说这个责任 我刚才不跟你说吗 责任 我还是我有责任 这不问你下班吗 我提醒 请看好 下班回家不正常吗 下班回家是回家 那边朋友不是说老一天 没等下班 往单位打电话 这下班咱出去到哪 打个包团球 打个台球 你说就 你说不玩吧 把朋友得罪了 这一玩的把家庭给玩没了 你带媳妇一起去呗 带媳妇一起去呗 你带他去吧 他有时候也是倒板性的 带家你说还有个孩子 你说这咋的 你说这孩子到哪了 人家家都没有孩子 也没有老伴 也没有媳妇干你的 你说我带一个 没面子 你说到那个场所 你说咋的 也是要学到我后老鬼了 这事 你看他后悔不 所以说他没有责任感 离婚 解完婚了 一般的男人 能随意离婚呢吗 他想爱自己 哎呀妈 刚才叔叔吧 他这么说自己 我都有点心疼 他上台之前跟文文说 文文啊 你使劲说叔叔啊 你不要说我那个前妻 全是我的问题 一点都不藏啊 一定要把我的事点点提 全告诉女嘉宾 特别实在 但是有一个事啊 叔叔没说到 就是他前妻 现在已经已婚了 而且两个人啊 虽然没有联系 但是经常通过孩子 就是转述说 其实你爸爸是个好人 只不过年轻的时候 发小同事太多了 有朋友是好事 但是太多了 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因为这是 年轻时候你傻 现在该醒了 人家前妻 对我们叔叔的肯定 还是有的 交友不慎 我相信他能会珍惜家庭 过去不珍惜 现在那个年龄段 比较 就是我觉得刚才 大哥所说的那一段 对咱们很多 到了这个年龄段的人 某种相似的这个问题 得到了很多的启示 因为人都说过 你读过的书 你走过的路 都会在你人生的 某一个节点还回来 所以咱们大哥 现在是单身一个人 正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对家庭的陪伴太少了 单身的指纹 我不代表别的男人 我经过我自己 我也知道 但是你的指纹可真不好受 太不好受 说白了 洗 你再拿你的洗 饭我还不会做 你说这啥想跟你说 有会儿我就是说 到饿的时候 最饿的时候 那就是泡点冰干吃 一个人饭确实很难做 做多了剩也到了 说少了吧 还是难做 男叔叔现在啥情况 他每天给自己设定的 一个吃饭的额度 每天八十块钱 一个月几乎是三十天 都在外面吃买着吃 然后剩下钱再攒下来 我觉得我可爱做饭了 我一个人我也爱做 所以你说八十块钱 一个月下来也不少钱 两千多块钱 你说你要找个好媳妇了 这钱是不是省下来了 咱问问密室女嘉宾 不管说孤独不孤独 在你孤独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要做点饭 找个老伴 俩人一起享受一下 这八十块钱够勇服 咱问问密室女嘉宾 我因为这个社会 不值得 第一个说外边这个饭店 它一个尾声 那肯定不如 我们自己家做的尾声 另外说的 真要遇到那个饭店 它就给你外里放洗衣粉 开饭店的你往里放过洗衣粉吗 没有了 那你说你吃到身体的 倒是药不死你 关键的 你就时间长了 过几十年以后 你看那个 那什么疾病 倒是有潜伏期 阿姨你是吃饶 我兑洗衣粉的吗 对 因为我也听别人说 我没见着过 对 那不能随便说 这法治社会 谁敢兑洗衣粉 不得给它抓起来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在说堆洗衣粉干啥 还有做大果子 它就往里放洗衣粉 它碰出我 你这也太 哎呀 它确实这事有 所以我听别人说完以后 从来都不上外边 吃这个什么这些 馅饼 带馅的啥的 确实买的 咱们就勤了一点 改家自己 动个手 做一做 八十块钱 够不够你 你们两口子排解寂寞的 来一桌 八十块钱一天 你做 那我听说你得选择一个好的店 干净店 有知名度的这样的饭店 我不能在这小地方 什么都去吃 要是有伴侣 还是咱们就做十代湾 围绕这个炉台 围绕炉台 咱们自己加工 自己加工 咱一号女嘉宾是选择了 你别管是八十还多钱 外边有没有洗衣粉 我得出去吃 来我们三号女嘉宾 我爱做饭 我不喜欢上外面吃 三号爱做饭 我觉得八十块钱 能吃挺多好东西呢 鱼肉 我觉得都够了 能做 七个菜 拔个菜 一点问题没有 我的妈呀 那平均一道菜 这十块钱 那肉现在都好 几十块钱一斤了 肉十来块钱一斤 咱做红烧肉 能做一斤的十块钱 是不 我觉得 这个女人 没必要上外面浪费那个钱去 这个女人长得还像会方 还会算 哎呀 我也是说没学过做饭 我长那么大 我没生过火 男人不会做饭 那很多 因为我姐 我现在七十多岁了 差大米之后都糊 看其他密室女嘉宾都说了一圈了 您 如果您俩要是在一起的话 比如一天得有多少伙食费 会让你觉得 哎 这日子过得有 值得有味儿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刚才我也听了各位嘉宾的问题 就是说 有的女孩子喜欢煮饭 自己做饭 有的男的喜欢在外边吃 这个都是一个生活习惯和喜性 但是生活当中要互相配合 嗯 但是我的观点就是我要爱生活 享受生活 二号要求挺高 她说她实际上挣两天六 但是她说每个月花销七八千 言外之意就是你不大愿意围着锅台转 去伺候谁 对对对 我们都大半生辛苦了嘛 最主要的是开心 享受什么生活 但是有的人观点说 天天在外头吃不好啊 或者是这样 也可以简单 也不能说可以简单在家吃了 我们二号女嘉宾 她的快乐得是建立在 有一定经济基础上的 是的 这要是一般家庭可受不了 那咱们得具备挣多钱呢 对 她的要求得干 年轻又沾眼睛 毛又怒指甲 挺高消费的 我觉得她高消费 我们是谁洋人嘛 我们是独立女性嘛 我们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嘛 就是说这个不是问题嘛 我听到男嘉宾所说的这些 包括男二号姐姐 尤其是咱们密室里那位姐姐 说完了之后 我觉得她从做饭 买衣洗菜等等这些环节当中 她感受到生活的一种乐趣 对 因为大哥往那一坐 我们就感觉到无处安放的心呢 因为你到年三十的时候 家家都回家了 都是团圆节 而你呢 四处漂泊 去看一看哪地方放鞭炮 哪一哪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莫不如你在找老伴之前 你先学一学做饭炒菜 你把自己的心 能够有一定的安定 咱女嘉宾以前的日子是咋过的 是不是在感情上 也吃过苦 也栽过更多呢 我们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精致生活的背后 难道是高消费在支撑 我每个月就是 我一般七八千块钱嘛 我的正常消费 我说你因为一花七八千 你干啥呢 干啥花七八千 送花费有三千块钱 足够足够 花不了 两千块钱都花不了 钱的图整个好 但是来说整个 买不到这个爱情 更买不到情绪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更精彩 品牌汇名万里行 厂商原产地职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来自保真堂的 易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干净卫生好携带 说起这沙气马 大家马上能想到的 就是金黄软糯 酥松绵软 轻轻掰开 还能拉丝 甜蜜的香气 扑面而来的美味 咱们的沙气马 还是在用木糖醇 代替蔗糖 无糖吃得更放心 还添加了丰富的易生菌 除此之外 还添加了南瓜籽 葡萄干 白芝麻等 营养丰富的坚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坚果的数量 还是非常多的 美味的同时 营养丰富 健康实惠 咱们肉眼看得见 酥松软糯 不黏牙 添加了丰富易生菌和坚果 无糖 清甜 不油腻的山药 坚果杀芹麻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自从我戒烟以后 就是老是想吃点东西 刮不住嘴 老伴给我买的 这保真糖 易生菌 木糖醇 山药坚果 杀芹麻 就真合适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折糖 还添加了易生菌和坚果 吃了它营养丰富 还不怕高糖 特别适合我们吃 这不才99块钱 买三盒还送三盒 这么合适 咱们特地抓住机会 这添加了易生菌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杀芹麻 是方便又好吃 金黄酥软 香酥软糯 里面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 另外这里面还添加了易生菌 促进消化吸收 老人孩子都适合吃 香甜软糯的易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呢 今天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保真糖易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 软糯香甜 好吃不黏牙 一口咬下去 清香甜蜜在口中扩散 吃一口精神满满 吃一口满口流香 原料加入易生菌和多种营养丰富的坚果 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木糖醇代替蔗糖 保证口感味道的同时啊 给您带来更加健康的美味 丰富的营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随身携带很方便 随时随地补充能量 那这香甜软糯的易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呢 今天啊 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 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感谢每一个 在我生命中出现的人 是他们让我成为 更好的自己 我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 是我选择错误 那时我们都年轻 她帅气潇洒 家境优越 性格随和 我们彼此一见钟情 结婚后有了孩子 才发现她呼朋眼伴 爱玩爱闹 在婚姻中 我无法忍受 我当时也想了很多 最后我还是决定分开 我们终究在 人生的旅途上 离得越来越远 后来在我去新加坡的 第五年 我和前夫离婚了 我不怪她 我非常到现在 我还很感谢她 因为这段婚姻 让我下定决心 学习日语 走出国门 经历了不同的人生 在新加坡 我遇到了我第二任丈夫 她是一名大学教授 大我几岁 很疼爱我 可惜 当时因为我忙着 经营我的小餐馆 忙着照顾孩子 而忽略了对感情的经营 对婚姻的经营 所以我们最后也分手了 虽然生活当中有很多遗憾 有很多不如意 但是我现在也是很阳光 很爱生活 懂生活 如今儿子 如今儿子即将大学毕业 她会留在新加坡 开取新的人生 我也要在故乡 寻找新的爱情 我在沈阳有自己的住房 我希望男士也有自己的住房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身体健康 我从小就是家里条件 就是非常好 然后我本身就家里条件 很优越的 我的生活质量 一直也是很好 但是就是因为婚姻 这个叫我半岛了 但是为了孩子 我是出国了 所以说就是这个消费 这个一直也都是消费 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我消费 不会为了柴饼油盐 就是我们现在也能看出来 你的一个生活品质还挺高的 我非常讲究生活质量 我觉得人活着 就是因为要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 二汉女嘉宾 他就是在国外有留学经历 他对物质还有精神方面要求 都是挺高的 就是我们一般人 他都我觉得一般人 他都看不上 他见这么大市面 不像咱们就来这 对 退休金就是我一般 就是原则上要六七千以上 六七千 住宅也要九十平方以上的 我每个月就是 我一般七八千块钱 我的正常消费 我说你愿意花七八千 你干啥去 干啥花七八千 生活费有三千块钱 总共总共 花不了 两千块钱都花不了 不是在沈阳 这个退休水平的话 除非是自己有第二职业 或者是做点生意的人 我觉得一般人他都看不上 对 他见这么大市面 女人应该务实一点 家庭条件再好 你得务实 想他自己的生活 我想就是说沈阳还是比较好的业 会有一定的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像那个公务员呢 或者教授或者这样的 应该是有 没问题还有一万多的 就工系阶层很难达到 工系阶层有一点 所以你的目标人群就是会是在公务员 或者是教授这种高支 或者是高阶的群体里边 因为我的生活质量就是在这边上 就是这样 那你精神生活有没有什么追求 精神生活我就是 就是旅游啊 去健身房啊 去瑜伽呀 游泳 徒步 自驾游 这都是可以 我看后三项 旅游 游泳 自驾游 这个我们男嘉宾都喜欢 那这个可能能达成默契 是吧 那我们女嘉宾游泳在哪游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游馆 男嘉宾呢 您在哪游 我吧就是 反正就是江河 我都游过 江河 湖海都是你的厂 都游过 就是个河套子里边炸猛子 所谓河套子那我不行 你像我说沈阳 我就是基本上就是七百三 要不就是那个湖南 湖河 这你能接受不 这个我不太接受 我不太接受 野狱 那你们来说是叫野狱 那个就是那个比较不太安全 我一般都是在游泳馆 我16岁就游泳 其实我觉得咱们二号姐姐 说了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习惯 习惯如果是好的话 可以互相促进 但是如果习惯 像你大哥 你游泳是多好的一个习惯 但是你游泳的场所 这个就是太值得商榷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人生的安全 不仅对自己负责 更是对家人的负责 那这男女的多么喜欢这个女 要远不会这么多年的习惯 怎么会改变 每个女人都有美 每个女人都魅力 所以你说为一个人 能不能改变习惯 我因为他会为我改变 两个人生活了三四十年之后 你会发现越长越像 生活的习惯越来越像 能不能改变 是改变了 但是你如果寄希望于 让对方为自己而改变 那就希望远远就会落空了 二位请起 这是对生活有极度高的要求的女士 所以一般人你别靠近了 当然了 她是为了爱情 可以改变自己原来的一些原则的 所以我们也相信 今天现场希望您能牵手成功 获得爱情 谢谢 来 暂时先到密室里边休息一会 咱一会儿见 第一位女嘉宾约会结束了 咋直咬嘴呢 好好 好好好 钱的东西真是好东西 但是来说真是买不到爱情 更买不到亲情 经济场纪约的 我以后又花消费就七八千 他两千多 健身卡 游泳卡 行李卡 美容卡 我对钱没有打本的 我想花多钱我就花多钱 我买衣服都是嘛 现在我不买牌子了 第一位女嘉宾约会结束了 长叹一口气 咱们还感觉这个东西不好说 那我们接下来要选择第二位女嘉宾了 她会是谁呢 女嘉宾温柔贤费的外表 深得男嘉宾好感 她起床做饭 我就采购呗 你采购 他早知道 花钱那事全交给他 男嘉宾坦言不会浪漫 不过节 什么这个节那节 干啥呀 干啥呀 相谈甚欢的男女嘉宾 竟遭遇现场抢亲 要不然你上来吧 你这该教的东西我感觉太多了 行 你会放着啊 广告之后更精彩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 不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 看镜带镜 看远要摘镜 走路不能带 外出还得随身带着 如果带错度数 还会头晕眼花 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 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 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 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 一对一量身定制 视力解决方案 历经68道工序 才能定制生产一副 合格的新型花镜 我叫优秀英 今年73了 因为我的眼睛呢 散光 很早就戴上散光镜了 退了休以后呢 眼又花了 我又买了老花镜 戴上散光镜呢 出来进去的还行 在家里呢 做点活儿呀 闹点什么的 看个书看报纸 不就不行了 我还得戴花镜 两个来回地画 再小点字呢 我都两个一块戴 俩眼镜套在一块 压得比俩更厉害 两三副眼镜得拿着 来回地捣画 可不方便了 从17年吧 我在电视台 蒋大为戴着眼镜 做这个广告 我说去店的资讯资讯去吧 我就去了 由于通过检查呢 咱们的眼睛是 远视散光加老花 您的眼睛的话 以前不是 您刚才跟我说 戴一个散光镜 看远处 看小字的时候 开始是用一副 普通的老花镜 后来还得用 两个眼睛套起来 因为老花和散光都有了 是不是 咱们超视力产品呢 它呢 是上三分之一 是看远处的 下三分之一 是看近的 自上而下 它是有一个度数变化的 渐进多焦点 就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 咱们可以变色 对啊 变色外出的时候 就可以有颜色 不用怕紫外线晒了 戴上超视力眼镜以后的 尤阿姨 每天跟姐妹们在一起 跳跳舞 散散步 再也不用走到哪儿 都随身戴好几副眼镜了 看书 看报纸 也是这一个眼镜的 看手机 玩手机 都这一副眼镜 我感到特别的方便 这就是咱们眼镜的好处 我给点赞 我特别高兴 超视力 心形花镜 近是老花 远是散光 只需一副 看书走路 开会开车 看远看近 一副眼镜 全解决 很方便 超视力 新型花镜 近是老花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 超视力 新型花镜 近是老花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 现在拨打4001006565 预约可享受 免费视力检测 免费眼不护理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如果您是单身 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您可以拨打电话 024-2318-6789 3号 3号 惠芳 来 我们有请3号女嘉宾 女嘉宾好 男嘉宾好 好 外表油热 内心坚强 我是来自沈阳的 三女士 欢迎您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好 来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觉得他比较胆配 人家男的高点 女就矮一点 这个比较好一点 你也喜欢我 阿姨 今天来带着什么样的心愿吗 我想找一个就是 男士就是健康阳光爱运动 健康阳光爱运动 这全是你 是吗 是 是 那咱看看呗 咱女嘉宾是什么样的 行吗 行 来 看一下女嘉宾的短片 16720号 沙女士 59岁 丧偶 企业退休 沈阳人 大家好 我是知足常乐 从年轻美到现在的女嘉宾 沙德勇 午觉醒来 天气好的时候 骑着单车 要着河边 看美丽的风景 心里就觉得 哇 好幸福啊 我是一个要强的人 退休以后 就选择了打工 一方面不愿意让自己闲着 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 让家里人生活得更加美好 现在 我不打工了 觉得该是享受生命的时候了 每天我都要化妆 每天都要给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 女人的通病我都有 爱美爱穿 换句话说 我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年轻时我自己买喜欢的衣服 现在有了儿子也帮我买衣服 我的儿子今年32岁了 还没有结婚 但他条件也很好 房子 车子也不用我超新 而且是一个非常善良孝顺的好孩子 每逢春节或者节假日都会给我买点衣服 还有鞋子之类的东西 再好的孩子也没办法陪伴我一辈子 所以我还是学了到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我来了 大哥你没有发现吗 其实你上来之后 你往往有很多时候老往后退 老往后退 但是我发现咱们三号姐姐上来了之后 你并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她给人的感觉是没有进攻性的 而且静静的开放 她就像一个盛开的百合一样 你会发现她是那样的吸引人 但是你又那样的怎么样愿意靠近她 你又没有畏惧感 你是喜欢那种逼迫感比较厉害的女人 还是说这种温和型的 温和型的 刚短片里边也说了 早上五点钟就起来给你做早饭了 那你得干啥呀 她起床做饭我就采购呗 你采购 三道四 花钱那事全交给她 我觉得 刷完你刷不 帮我挂一瓢分我负责 她负责行吗 行 那你给我们女嘉宾打个分吧 你看她俩人挺有默契的 96分 96分 比上一位女嘉宾多一分 您给她打多少分 96 66大顺啊 这对你印象还不错啊 来 俩人手拉手进入约会时间 找这个伴侣要求什么条件 我这条件挺挺一般的 我没有太过 来个旁边都行 来个旁边都可以 我觉得她们挺般配的 我觉得她们挺般配的 我这男的要增长 这女的想法 这帅就慢 这男的颜色也挺好 这居家过日的女的 主要人健康 阳光 阳光健康 爱运动就行 我那就是喜欢运动 您爱什么运动 早晨打太极 晚上出步 咱男嘉宾您现在也是个爱热闹的人 对不 我对热闹不烦力的 我喜欢热闹 那我们女嘉宾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男嘉宾 去感受这热闹了 我愿意 看我静 我也能静 我也能动 那我们看看啊 咱们三号女嘉宾 情感生活 我的爱情和婚姻都很平淡 前夫是一个特别不善言耻的人 好在他心地善良 对我和孩子也很好 我曾经渴望一份 让我心动的爱情 但是和爱因相处几十年 我觉得岁月静好也不错 我的爱因去世之后呢 实际上我特别依赖他 就是给我的打击特别特别大 他是心肝去世的 也是挺突然的吧 就是我就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 如果他要没有去世呢 我们三口呢会过得特别幸福美满 我温柔细心热爱生活 在家务方面非常的在行 尽管一个人生活 我的一日三餐可从来不会糊弄 所以如果有一天和我牵手 我也会把我们的生活 打理得多姿多彩 我在这种伤痛中已经走出来了 他如果要看到我和儿子 现在的生活呢 他也希望我俩越来越好 也希望我能找一个很好的归宿 就是走完下半辈子 生命随言平淡 但是我这一生顺顺利利 没有任何坎坷艰难 我很满意我的生活 你可以看到我的房子 虽然只有46平 但是每一处都是我自己精心设计的 我还精心为自己设计每一天 你以前爱人对你是那么疼爱 反正那个不咋爱说话 就是反正就是挺有责心那么个人 就爱做饭 那在生活当中 他对你有没有一些小惊喜 小小的这个仪式感有吗 没有 他就不是那么太会说会道那么人 就是挺遗憾 从来就没买过什么礼物 这是个遗憾 那你未来再找的时候 需不需要找一个说 希望对方能是懂浪漫的 有小惊喜的 就是用不着太过 但是有一点就行 有一点行 是 您懂吗 浪漫的 这个你要对这个男人也好 这男人小浪漫的 那就没完没了了 没完没了 你举个例子 啥事算小浪漫 浪漫的说 就是出去俩人幽默点 开个玩笑 或者说是这个他的生日 两人到外头 说白了吃个火锅 整个烧烤 买点啥 这都是一个遗动小浪漫 你那样 你就现场 你就直接表现一下 你说就现在 我们女士说了 遗憾 以前就没有过 虽然很幸福 但是没有过浪漫 感受一把 小精神 姐妹 今天是你的生日 平时呢 也没有说给你买啥 接到今天你生日呢 你看你选 你想买点啥 咱出去呢 今天就过家做了 出去吃点 顺便你喜欢买啥呢 咱就买一买 买完呢 拉着上山看日子 所以就是说 自己我爱这个人 他喜欢买啥 在经历情况 力所能及情况下 三号女嘉宾 你觉得这算浪漫吗 我觉得传这个年龄 这已经算了 算了 这没有感受过的 我问问咱比诗女嘉宾 大家觉得生活当中 这个平平淡淡的幸福 当然很好 需不需要一些 小惊喜和小浪漫 就一定要有一种 这个仪式的 就是比方说情音节 或者520 生日一点点小的礼物 你也不说人生生活 当中今天都是钻石 也不是 生小草有的时候 也是很重要的 你给我拔一所草 能把这所草 说成是我们两个人的 爱情欣欣向荣 我也是服了你 不是 你送我一捧西兰花 那也叫花 是不是 对 生活也是 生活当中也是需要一点甜言蜜语的 你好 我是四号女嘉宾 需要的 需要的 过生日 一定要做 一生一世 520 就是520吗 521就是送521吗 哎呦天呐 送520啥 送521啥呀 钱 红包 其实要求 我也会给男方花花红包的 啊 这就是一种仪式嘛 这也是 现在也是说 一种 生活的情绪 这两种 爱是彼此的 我们男嘉宾 这两种 一个过520 521 1314的 还有一个过情人节和520的 你更能接受哪一种 我来节奏啊 他的生日 别的节我不过 别的都不过 不过 那不是我们的节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意义 那你最想过的是什么节啊 什么这个节 那节 那节 那啥 过啥呀 对 人家问你最想过的什么节 他的生日 那送花和转账 这两种 这个过节的方式 你更接受哪一种 他生日 我肯定说这种话 送个鲜花就很正常 你是不是不会微信转账啊 这个钱呢 你说啥呢 那就是说 就两人相处到一起了 连我赢都是他的了 那还要谈到什么钱了 那未 那心都给他了 还要不干 说得好 你还想要啥 说得好 就不需要问他 会不会微信转账的事了 对 是吧阿姨 说得这么好 还有什么微信呢 对吧 连人都是往那还收比 连赢都给你了 你还谈到钱吗 那你要不然你上来吧 你这该教的东西 我感觉太多了 行 一会儿上去啊 关键这三号 还在这约着呢 可以 让他上来吧 你问一问 你问一问 现在是你的场 你说不让他上 咱就不让他上 听你的 让让让 让啊 那你说的 阿姨 你还有啥要问我们男嘉宾 还有 咱男士呢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但是我想补充一下 其实男嘉宾刚才 特别有咱们东北人的那种豪爽 什么其他那些节日 就是大节就是生日 但是我发现男嘉宾的也有浪漫的一点 就是过生日的时候 他会给别人过 像刚才在密室里姐姐说 你给我过我也会给你过 其实生活当中需不需要 真的需要 但是这个小佐料 要不要靓丽而行 一定要靓丽而行 生活当中那种甜甜蜜蜜 是生活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体现的 不如说给你制造一个 什么特大的一个梦幻什么 那我们一定要靓丽而行 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惊喜 而不是惊吓 对于浪漫的理解各有不同 只要你们觉得乐呵 这是最重要的 好 二位来 请洗 我们三号啊 太包容 太大度了 你但是别人要抢亲 你就说来吧 那好吧 那我们就让他来吧 好吗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 很特别的爱的考验 来 有请女嘉宾们登场 让给她 是吗 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上一共有六道问题 我们男女嘉宾各选择 其中的一道来问对方 一 突然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你会怎么花 二 最不喜欢什么家务 三 你会拿我和你的前任做对比吗 四 再婚后俩人收入会放一块花吗 五 最不能忍受另一半什么缺点 六 你认为再婚后最多花多少钱 需要和我商量 五 五 最不能忍受另一半什么缺点 来 我们三号先回答 我就是不喜欢男人撒谎 撒谎 你会撒谎吗 我不会 不撒谎 好的 来 我们四号 我不喜欢男人喝大酒 不喜欢喝大酒 你喝大酒吗 我不会喝酒 不喝 不喝 好 来 我们二号女嘉宾 这是撒谎 撒谎 撒谎 别骗我 对 别骗我 女嘉宾可以问我们男嘉宾一个问题 来 三号 第四个问题 四 再婚后俩人收入会放一块花吗 男人的心男人的味道你都拿去了 男人的还要什么 钱给你 钱给你 钱给我 给你 不是放一块花 给你 你说咋的就咋的 是这意思不 对 给我 四号女嘉宾选一个问题 五 五 最不能忍受另一半什么缺点 一个麻将 一个你就是上厅里边跳那什么 那叫什么舞啊 我是不知道 广场舞我知道 那舞厅里边跳舞 我有一样 打麻将 打玩到啥程度 就是消磨十几天 那要是有两个生活我就挂了 那这样行吗 可以 这样可以 别是那种呢 我不玩我就弄心 那就不好 那别人专业了可就不好 业余选手可以接受 来 打二号 我想问第三个问题 你会拿我和你的钱 你做对比吗 会对比吗 听说你前任可长得挺漂亮啊 而且还管家管孩子 特别的贤惠 就是过去吧 就算过去 我从现在我找这个伴 是在我心里边装着呢 过去是这样的过去 我也回不到那个年代来 第一来要进入我们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那我把这朵象征着爱情的玫瑰花 交到您手上 背对背站好 心动倒计时 三 就是走遍全世界 还是觉得东北老爷们是最靠谱的 是不是 对对对 还是自己家里的比较好嘛 还有东北菜好吃 从来是 还是生在谁羊 长在谁羊 还是选择谁羊 二 媳妇 今天是你的生日 平时呢 也没有说给你买啥 接到今天的生日呢 你看你选 你想买点啥 咱出去呢 今天就不过家做了 出去吃点 顺便你喜欢买啥呢 咱就买一买 三号女嘉宾 你觉得这算浪漫吗 我觉得咱这个年龄 这已经算了 算了啊 对 一 请选择 选择环节 既有时尚靓丽的他 又有贤惠温柔的他 还有主场力挺的他 男嘉宾 会为爱转身吗 答案 马上揭晓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碗 采摘广西大峡谷黄金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效强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碗 轻得了谈 真的了咳 平得了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你的边界 由你自己掌握 爆发 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中王 肉物量足 更好吃 不断突破 更新 更强 健康为类 就选双汇 一 请选择 好 请各位转过身 我暂时把这朵花先收回 叔叔 我想问一下 哪一位女嘉宾是您比较清新的 三位女嘉宾都挺优秀 就是说在一起 这个谈的方面太短暂了 了解这方面需要很长时间 那你这第一步都没卖 谁跟你俩了解呀 这咋了解呀 来我问问三号 沙姨 男嘉宾挺优秀 实际上也挺符合我的要求 但是有一点就是有点爱玩 我属于那种 进行的 我们四号 他没给你转身 你生气不 没有啊 那生长气呀 人家没看上我呗 我长得那么丑 他长得丑吗 不丑 不丑 一笑的时候怪可爱的 咱们四号是喜欢你这种性格的 也介绍你爱玩的 谢谢 但是你为啥没选他 演员没到 演员没到 好 其实在一起不需要理由 但不在一起会有很多个理由 不管怎么样 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 咱希望你们都能够早日获得幸福 好吗 再见各位 我希望在一起选择 找到自我 疼我 理解我的伴侣 维伴 我想找一个身体健康 健康指标完全打表的 这样的男士维伴 我想找一个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三观一致 负责任的男士维伴 我想找一位 阳光健康 爱运动的男士维伴 我想找一个有文化修养 温柔贤惠的男人 其实爱情里没有双向奔赴 有的只是在你喜欢他的同时 他也为你转身了 就好像我们的四号 勇敢的这位女嘉宾一样 他站在这里告诉所有人 hygien库来选择 好